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去过很多湖 可是你见过粉色的湖吗 现在我就要带你们来游览一下 这片蓝天白云下面的玫瑰色湖泊 邦邦干Lake 邦邦干Lake的名字来自于土著羽 意为雨水之湖 湖水为什么是粉色的呢 是因为水中含有大量的盐分 在日晒条件充足的情况下 水中的藻类会合成大量的β胡萝卜素 使湖水看起来是粉色的 是不是非常浪漫而又神奇呢 顺带一提 由于湖水的颜色在一天之中 会随着阳光的高度而改变 如果想看到最粉嫩的颜色的话 一定要中午的时间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粉湖在夏天的时候是一片干涸的盐田 雨水过后就会积水变成盐湖 不过也正因如此 湖边的泥土会变得比较泥泞 所以如果想要下水拍照的话 一定要带霜雨靴哦 千万不要光脚下水 因为湖底是非常坚硬而锋利的盐壳 光脚是会受伤的 从阿根莱德的北部出发 只要开车两个小时 就可以来到这片粉色的天空之境哦 带上你的相机一起来打个卡吧 本期澳洲明探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